好 来看台湾大早市 现在疫情逐渐的在趋缓 可能大家都在家里头待不住了 居然有人相约夜游跑山 结果出了严重的车祸意外 好 这地方是在新北市仙霞台七乙县 一辆红色的轿车 这名驾驶 他在凌晨的时候飙车上山 过弯时跨越双黄线 而且还超车跟对象 准备下山的车辆 迎面撞击 两车相撞之后车头全毁 红色轿车车头严重毁损 板筋凹陷变形 驾驶一度受困车内 仅销出动破坏器材 破坏车体将人救出 但再往旁边一看 力量黑色轿车 车头几乎全毁 被撞得弯入废铁 零件四散一地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有多大 当时驾驶同样卡在车内 动弹不得 同心有人目击整个车祸过程 全都撒坏了 那车要下山 那车要上山 他上来的时候 可能是要超车把拉出来 对他逆向车队车车转 事发地点就在新北市居民 跑山道路三峡台七一线 当时选新驾驶 开着红色轿车 与朋友相遇跑山 上山过程疑似车速过快 在过弯时跨越双黄线超车 当场撞上对向 无照驾驶的流行男子 两车迎面撞击 打转180度还波及 另外两辆轿车 造成车徒毁损 蛮严重 左手是断掉 但是实际状况不知道 内方应该是有 肇事的红车驾驶 左大腿骨折 被撞的无照驾驶 则是左手腕骨折 索性良人一时清醒 送医后没有大碍 但如今疫情稍微趋缓 有不少民众在家待不住 频频详约 夜友跑山还出了车祸 现在警方也将持续劝导驱离 避免类似意外再发生 接下来看花莲 花莲立山部落一名男子 到家里附近的杂货店 去买东西 但他贪图方便 口罩没有戴上 被远警看到了 立刻被拦下来开单 而男子说是刚去游泳 所以没戴口罩 一度还拒绝签名 跟警方最后是爆发了 直体冲突 另外在桃园 又六个民众 在停业的酒吧里面 群聚打麻将 同样没戴口罩 而远警上门后发现了 甚至还有人跑到 厨房躲起来 但最后还是被找到 离开 等一下 这是我尊重 大家要离开 我现在在直起风 我现在深重跟你讲 我带执行公务 你已经违法那个 超乱病疾病防治法 都规定了 你出门没有戴口罩 楼上上男子 没戴上口罩 遭远警拦查 竟然就和远警 爆发肢体冲突 警方要开单 举发 男子还一度举钱 笑儿不达不达不签 就是不签 男子不断辩解求原谅 但警方还是简决开单 花莲县历山部落 一名男子贪图方便 到住家附近杂货店购物时 不带口罩爬爬灶 巡逻远警见状后当场开罚 另外桃园地区也有民众 违反防疫规定群聚打麻将 十九日深夜将近十二点 桃园中华路这间二楼酒吧 竟然有六位民众围捉打麻将 一听到警方上门 立即戴上口罩鸟受散 甚至还偷跑到厨房躲藏 最后还是被远警依依找了出来 店家庭宴老板竟然和朋友 相约打麻将小聚 明显违反了室内五人以上群聚 警方也当场制作记录 表将移请桃园市政府卫生局 进行采取 接下来感谢斗内时间 这一位是Cony刘 他除了斗内我们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这位Cony网友他认为 某一群人是没有资格打 美国这种拜登以得抱怨送的疫苗 感谢您的斗内 也非常感谢您留言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了 有民众到这个拖吊厂领车 结果奇怪 他的车子怎么会凭空消失了呢 受到另一个时空去了吗 最近就有民众的车子 因为预期未检验 而且还被注销 大牌被拖掉 没有想到车主收到这个交通告发单 想要到公办名的拖吊厂领车的时候去扑空 他发现这个车子跟行照 全部都先被盗领了耶 警方追查后才发现 拖吊厂里头居然有内鬼 好 原因是 一名代班的人员 居然找了朋友 持着卫造的驾照 还有证件以及行照 盗领车子 车子被盗领之后呢 再被解体贩卖图里 自以为天衣无缝 但是法网灰灰 还是被抓到了 车门被贴上封条 拖吊车缓缓将车辆拖进拖吊厂 但看似单纯的拖吊厂拖车 却有民众爱车被冒领 最后遭到解体变卖 6月11我才来签车 结果6月11来雅旺这边签车的时候 雅旺跟我讲说 我的车子在6月5号就已经被签走了 受害车主领不到车 要求拖吊厂调出监视器画面 犯外过程全被拍下 车主发现爱车5月25号 因车牌预期未检验 遭注销被拖掉 6月11号去领车却扑空 报警追查发现 6月5号爱车早已被冒领 甚至最后惨遭解体 警方追查发现 原来灵系嫌犯假冒拖吊厂待班人员 伙同料性友人持假证件 未遭签名领车 两人以这样的手法犯案 盗领解体车辆 出估已有两名车主受害 怎么会有说被盗领的情形呢 是由我们自己拖吊厂 主中报案的 约了规定在民众受领 就是说我们在受领 脱料导受领民众领车的时候 是要提具身份资料 跟就是行车执照的 相关的证明文件 那如果说业者 真的没有依照这个规定来做的话 我们是会依照契约来做开罚的 脱料厂方表示 一发现有人冒领后 就主动报案协助追查 估计嫌犯因为疫情下 人人戴口罩身份难辨识 才更大胆犯案 疫情下的各种手法 民众不得不当心 记者黄天耀李一昌新北报导 好我们来看到台中大雅案 夜二火 这铝门窗工厂 先是冒出浓浓黑烟之后 就窜出火蛇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消防人员到场 立刻持电锯破门 冲到火场救人 铁皮工厂窜出火蛇 大量浓烟只从天际 消防持电锯破门 寿命消防队员合力锯开铁门 冲进火场搜救 工厂老板心急如焚 因为还有名员工 没有逃出受困场内 消防最后在二楼夹层发现 47岁朱姓男员工 但人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紧急送医后人无力回天 事发在台中大雅 19号晚间七点工厂突然冒火烟 接着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其火的铝门窗工厂复制一具 到底为何突然窜起恶火造成一人死亡 火调科进一步调查厘清 记者询问相关的谢云珍 台中采访报道 而台中有一名尤信送货员 下班后开着他的百万跑车 就经过中华路的夜市附近 好像因为太累了 整个人恍神 证明送货员居然逆上行驶 先是把电线杆给撞断 之后招牌也遭殃 后来又再撞上了路边的三辆机车 红色跑车依次闯红灯通过十字路口 他没有开在对的车道上 车头直接逆向下一秒 红色跑车先是撞断路灯 再撞招牌路旁的三辆机车 就像保龄球一样被撞到 差点就撞进娴俗机电 车子就很像火车经过月台那种感觉 速度很快就对了 我只感觉一阵风过去就叮叮叮 脚边怎么好像有沙子这样扫过去 结果是碎玻璃 出门买闲酥寂静差一点可能 被红色跑车撞上民众捏了一把冷汗 肇事驾驶一下车 看到自己床的货也大傻眼 赵士德是25岁的姚姓驾驶 他是一名送货员 送完货下班开着他的百万八六跑车 经过中华路夜市时 依次因为太累恍生才会逆向连撞 姚姓驾驶幸运直受轻伤 他因为太累恍生闯祸 但云林这位驾驶则是火气很大 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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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疑似因为不满对方临时切换车道 白色驾驶是怒气满点 直接停车拿起长铁棍 就往对方的车头很杂 行为相当嚣张 警方目前以车追人 要通知这名火爆的驾驶到岸说明 接下来台中云林总和报道 好 接下来吃好料 在屏東东港好几家业者推出 在地的防疫便当 一打开来看 满满的像是黑鱼鱼啦 泰国虾啦 或是乌鱼籽鱼卵 以及海胆通通都有 海鲜餐厅也推出了九宫阁的便当 而且呢有人说一打开啊 有够澎湃 粗饭上头铺满黑鱼丁 金黄饱满鱼卵一汤匙 咬下去也不心疼 放下两只泰国虾凤螺满满海胆 屏東东港华侨市场 业者推出防疫便当 刚开卖就秒杀 全东港我觉得最好吃的 就是他们真材实料 对啊 也有新鲜 对啊 所以我们来这边 只吃他们家的 三级延长不能内用 业者纷纷推出外带便当 满满高档食材 把生鱼丼饭变成便当 上千元只卖五百块钱 一款超豪华便当 老板杀出血路 就为了留住熟客 拌鱼拌秀丧 黑鱼还有那个泰国销都自销 有空不然来做一下便当 东港丽家海鲜餐厅 推出黑鱼防疫便当 把餐桌上的美味搬到便当盒里 北美上腹肉 鲍鱼 无鱼子 统统装进九宫阁 每一道菜给拆开 就一个人就可以享受到这12道菜 业者推出破千元的防疫餐 以及249个人餐 把板得上的山珍海味浓缩在小小便当盒里 非常实情 夜人脑筋冻得快 除了拼棚牌也要拼创意 从百元到千元抢工外带商机 有民众的车子被拖掉 而车主收到告发通知单之后 就到这个拖吊厂领车 没有想到扑空 发现说车子跟行照全部都被盗领了 警方一追查才发现 原来拖吊厂里头有内鬼 代班的人员找了朋友盗领车子 而且还持伪造的行照跟驾照 在贩售这样的车子来徒领 车门被贴上封条 拖吊车缓缓将车辆拖进拖吊厂 但看似单纯的拖吊厂拖车 却有民众爱车被冒领 最后遭到解体变卖 6月11我才来签车 结果6月11来雅旺这边签车的时候 雅旺跟我讲说 我的车子在6月5号就已经被签走了 受害车主领不到车 要求拖吊厂调触监视器画面 犯外过程全被拍下 车主发现爱车5月25号 因车牌预期未检验 遭注销被拖掉 6月11号去领车却扑空 报警追查发现 6月5号爱车早已被冒领 甚至最后惨遭解体 警方追查发现 原来联系嫌犯假冒拖吊厂 代班人员 伙同料性友人持假证件 未遭签名领车 两人以这样的手法犯案 盗领解体车辆 出估已有两名车主受害 特料厂方表示 一发现有人冒领后 就主动报案协助追查 估计嫌犯因为 因为疫情下人人戴口罩 身份难辨识才更大胆犯案 疫情下的各种手法 民众不得不当心 记者黄天耀 李一昌新北报导